中俄區長柯慶忠首先先恭賀中心裡獲得了107年禮環三星認證 而區長指出日前新莊爆發了本土性登革熱疫情 所以登革熱的防治很重要 而登革熱滋生源就是積水容器 所以清除積水容器不容忽視 把積水倒掉清新要刷就不要刷 蚊子可以抹三個月沒有水 所以這個沒問題拜託大家 另外活動中禮辦公處來頒發獎學金 其中國小組每位同學必須成績90分以上 每人頒發300元獎學金 而國中組則是80分以上頒發500元 另外高中組則是80分以上頒發800元 藉此來鼓勵同學努力向上 最主要是鼓勵我們禮內GEO的同學 繼續加油繼續在學校各方面爭取更好的成績 讓我們中心裡以中心裡為榮 而包括立委張永昌及市議員尤輝榮 和市議員參選人張維茜也到達現場鼓勵同學 其免大家能夠好好用功念書 長大後才能夠隨有專長服務社區貢獻社會 中家新聞朱永嘉盧秀娟中和長報導